連署數跟得票數 其實到底有沒有正相關 還有怎麼樣子一個係數相關 對不對 這其實還要經過更精密的一番研究 而且這次又更複雜的一點是什麼 那連署數裡面的成分非常複雜 他並不單純 像友台做的 就是說很多的所謂 民進黨的民意代表幫忙連署 那幫忙連署的支持者是誰 總不會是國民黨的支持者 所以這個成分加進去之後 這則基數跟這個變數都有問題 所以能成出來到底是多少 你在講給黃光琴聽 沒有啦 我是說 因為光琴當然是就現在有的嘛 那我覺得這個也不見得不是 很混亂 很混亂 因為他的 因為科學家一定要有一個 穩定的變數跟穩定的基數 才能成出最後的結果嘛 所以不可以成2.5 對啦 我就不知道 所以說 所以我感覺師誠不會預測數字 欸... 我是輸了 可是我認為 因為... 承認自己是蘇拉 有這麼好笑嗎 我覺得光琴是對宋鼠比較好 你用2.5 真的是對他比較好 對他是比較保守的 我們跟蘇拉同台 很奇怪的感覺 名嘴的蘇拉比較少啦 我當蘇拉沒關係 論述跟支持率是支持一個候選人 一個最重要的關鍵 那我的論述是什麼 可是一路走來 剛剛各位講過很多 他論述有時候衝突自我矛盾 對就很多論述啊 這個違反什麼馬金體制 或者是說 對我覺得尤其是國家認同 他認為他的國家認同 跟蔡英文是不一樣的 可是他現在當作反馬級先鋒 他在幫馬英九 反拉票 拉票 拉走票 他在助選 感覺上跟他的論述 完全是兩碼事 是 那剛剛東華講到一個說 有些票是怎麼樣 就是他的論述裡面說 欸... 有些票是對馬英九 不友善的 不要的 或是對馬英九有意見的 可是投票行為啊 一個最關鍵因素 我要投有效票啊 我不會投無效票啊 這個人反馬 我那個可能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陳東豪反馬 他只有0.5%的支持率 我會投他嗎 不會嘛 所以有時候 大佬前面分析一個理論 非常贊同 這個氣勢啊 就是相加 或是逐漸蕩下來 當你氣勢沒有的時候 你的票多跑光了 那現在這個趨勢 就是一樣 就當你的氣勢沒有的時候 你的票差不多 都跑光了 所以你現在要繼續選 我就祝福你 就這麼簡單 宋楚瑜 宋楚瑜從一開始就是誤判 他一開始認為說 憑他以前的宋省長 然後這樣一出來 壽事率那麼高 這麼一講 那麼多人注意他 他認為 30萬年史沒問題 100萬年史 真的早就超過了 回來了 然後隨隨便便 朋友那麼多 大家都好 多少捐一點 多少有一點錢嘛 結果一發覺不是那個樣子 開始 每天都在為他這個氣勢起步來 做解釋 要找大咖 原先可能大咖出來 找不到說 我們不需要靠大咖 我們是靠小草 不需要靠盆栽 然後 對 撲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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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去那邊 場面不大 因為打壓 然後我們都 隱藏到地下 變蕯蚓了 變成這樣子 每天都在為你這個氣勢照不起來做解釋 為沒有人被你站台做解釋 解釋的結果說 我們會當選 每天都在自我催眠 他不自我催眠 他選不下去 這種情況下 我認為宋主義其實 他是有一條路可以走的 投降嘛 就投降就好了 因為沒有一個人說連數的情況 人家告訴你說 我幫你連數 這馬幫 打壓 但是 我幫你連數 但是我不投給你 有連數這樣子 我幫你連數 但是我不投給你 要是有骨氣的 你不要來連數啊 你不要來連數啊 唐湘龍就勉強了 我會幫你連數 但是我不投給你 結果唐湘龍就連數 劉文香好高興 把他拿走 叫總應該罵唐湘龍 你不要投給我 你就不要來連數了嘛 這個才是有氣魄了 真的支持我的人 能過門檻 我就選 過不了我就不要選 結果弄到最後 都是一些不想投給你的連數 那你連數過了 有意思嗎 是以前的宋主義嗎 你之前不是也支持他就出來連數 而且甚至是過關嗎 然後這樣的話 多一個競選 不是 宋主義 因為他要選 其實很多人幫他連數 不只要說 不只說是幫民進黨 是看他好戲啊 我看你宋主義 輸到多慘 是這個心理啊 可是這個宋主席可不認輸喔 他在參加節目專訪的時候 他透露說這個連數 超過二十五萬八千份門檻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講 全世界有這樣子的民主嗎 你告訴我全世界 我只有看到北韓 你不可以認真是替宋主義去 你就是民主罪人 絕對超過二十萬 超過三十嗎 超過三十嗎 我現在 我現在 我們現在 這個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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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重要的是 重要的是 一定要過關 好這個宋主席 模仿北韓的主播李春基 他主要是要來強調 他是有權參選的 希望大家呢 要了解他的心意 可是呢 從剛才我們在講 分析到底最現實的 因為你說真的 到時候大家就是看嘛 這個票 一投出來之後 又要到時候呢 真的票開得難看 他是模仿台式以為是李春基 我跟你講 他不是模仿 這是李春基 我每次看宋主義 講過過去同樣的語言 跟表演 現在表演也是很固定 四次化 先前表演張群 我去拜訪張月公 說 李春基 我說 這是看到第二次 我說這幹嘛呢 對不對 我覺得面對現實 宋先 號稱說過門檻 如果我們不見望的話 從一百萬號稱到現在已經 往下降 中間一度降五六十 現在你又降到三十 三四十 我說已經很難看了 是 對不對 這個說這種話 不是像喝開水一樣嗎 好我們講的 親民黨裡面 到底有哪一些的這個成員 除了我們看到 包括陳正勝 劉文雄 常常上節目的 大家可能對他們都比較熟悉之外 現在有所謂的所謂鴿派跟鷹派 所有鴿子都飛光了 只剩下鷹派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創立的成員 其實呢 包括宋楚瑜的省府省議會系統 另外也有國民黨傳統的黨務系統 新黨國民黨人帶槍投靠 以及部分的綠營人士 但是呢看到有所謂的這個純化的階段 從2006年當時台北選 台北市長宋有意參選 主戰派居上風 結果反送參選就被打為求和派 還被質疑拿了 是不是有拿國民黨的好處 那麼再來看呢 是二次純化 是0708年國清整合 立委總統選後 國清漸行漸遠 結果黨內的主戰派就立主 藍局應該分道揚鑣 那麼國清合作宣告破局 好我們回過頭來來想一想啊 這個東豪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因為可能很多人其實也搞不清楚 什麼鴿派啦 還有鷹派啦 那所以現在常常上節目的陳振盛啦 劉文雄 他們就叫做鷹派是不是 然後呢 那還有誰是什麼鴿派 這個你搞得懂嗎 大概知道一部分 因為像劉文雄 其實我跟劉文雄 他在立法院的時候我跟他蠻好的 我常借他辦公室的電腦 那查資料啦 或者那時候寫稿要用到 那其實像吳坤宇 發言人吳坤宇 吳坤宇那時候 在親民黨成立之後 他就一直在劉文雄的辦公室 那像劉文雄他個人 對馬英九是有恩怨的 是要有怨的 那個怨就是基隆市市長的選舉產生的 那這一路其實劉文雄都很怨 那像劉文雄對馬的態度是沒有改變過的 但是其他的親民黨的一些朋友 他們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慢慢是有改變的 因為每個人開始產生不同的選擇 那對宋屬宇先生來講 因為從親民黨成立之初 其實他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個一人政黨 就是說他是因為宋屬宇先生個人的魅力而成立的 宋屬宇先生絕對有魅力 他曾經在那個時代裡面有他的魅力基礎 從而能夠用一個人的力量創造一個政黨 然後在那個過程中比如說已經 因為有一個案子離開台灣的劉宋屬宇先生 所以劉宋屬宇在很多親民黨從宋屬宇先生 在1990年獨立參選 一直到親民黨成立的過程當中 他就一直在扮演一個踩刹車的角色 因為我想光景可能會更熟悉 因為宋屬宇先生的個性有時候會暴衝的 所以他一直要有一個刹車 那這裡面呢就會當然就會產生說 有的人到底說他是各派還是鷹派的問題 那其實那個時候的親民黨 其實很多人都是替宋屬宇先生在考慮 他在這個政治上的得失 或者是怎麼樣做對他比較好 可是06年 06年確實是一個分水 就從台北市市長參選 那個時候的親民黨其實慢慢的 有很多人已經慢慢的就已經轉 轉去這個參加國民黨了 從縣市長選舉一路下來 所以他很多子弟兵都流失了 那這些是迫於政治上的不得不然 因為他們必須要尋求一個出路 最典型的像周錫瑋先生 那怎麼辦呢 所以你後來留在親民黨裡面的一些朋友 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在馬英九總統接國民黨黨主席之後 一直到他當選總統這個過程裡面 有一些人就沒有進到國民黨那個系統 那那是被推薦的進不去 這個恩怨還是說這個 就是這裡面其實是有一些人 他就不想收嘛 所以你今天留下來的時候到這個階段來講 其實基本上都是鷹派了 好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馬上回到新台灣新光大道 好 好